好消息 最近有消息称 葛优葛大爷当官了 那身份就是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 在这里祝贺祝贺 同时真的是感慨 葛大爷真的是货真价实的 哪人都去哪选出来的 一向喜欢低调 享受闲云野鹤班生活的葛优 这次居然走马上任 转身成了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 就不禁让我们联想到 天下无贼里的那句经典台词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那葛优究竟是不是一个当会长的人才呢 既然是表演艺术学会 演技自然不可或缺 原来没想到 应该都是 以前嘛 这个讲的特点是主旋律 后来我刚才一想 我演了一主旋律 斩获金鸡 百花 华表 三项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奖项 实现大满贯 这个成绩在演艺圈 虽说不是第一人 但也并不多见 所以说葛优是得奖专业户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而对于这些影帝会官 一年近13亿票房的葛优 更可谓实至名归 除了有口碑有票房 做会长 必然还要能一呼百应 说到葛优的好人员 那可真是非同小可 先看看葛大爷 在众女星眼里的魅力 葛优老师很帅 因为他非常有魅力 他一个黑色优惑的 我喜欢他的 我一见到他 他太严肃说话 我都想起了 而且别看葛优在镜头前 不言不语 私下里他可是很会说话 很善交际 我又听说你有另外一个习惯 喜欢跟陌生人聊天 有过这事 现在也有 有时候这屋请客吧 出去上厕所 一小时没回来 就跑别的屋 跑别的屋吃什么 我们一半吃饭吧 他一会儿准跑隔壁那桌里 过去我们说 得陈道明给他起立名吧 葛六亿 为什么叫葛六亿 他说你怎么谁都认识 不是说六亿人认识我 是说我认识六亿人 他就是说我呀 聊天的人特别多 有演技艺有人缘 看来葛优此番走马上任 是势在必行 葛会长吉祥请吃饭啊 果然是个人才 会长走起 演员都看你 来为人民服务 其实我们干的事都是为人家干的 为谁干的呀 为观众啊 在这里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葛优 葛老师给我们还是多带来一些 啊 英式作品 好的 下面 咱们 谢谢大家